台湾民主基金会到现在董续长的人选还没能够确定下来 因为按照惯例都是由立法院长直接来当董续长 但是现在韩国瑜是新任的立法院长 但是这个部分一直卡关 但现在是不是又要继续来卡韩呢 因为包含了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跟外交部长的吴钊燮 对外都跟大家讲 我们已经跟韩国瑜讲了 韩国瑜只要告诉我们什么时间有空的话 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来开会 来做一个领选 但现在韩国瑜都还没告诉你时间 你们自己就小动作出来了 怎么样小动作呢 临时用口头告知 目前表定就是在4月10号这一天要召开临时董事会 什么时候通知的 3月30号 先口头通知 打电话告知 4月10号要召开 有人认为口头实在是太不正式了 你必须要改用的是书面 所以他们动作很快来书面 但问题是 事先你也没通知韩国瑜 韩国瑜也还没告知 就是说你我什么时间有空啊 就这样子无预警的突袭 好来看看当时韩国瑜办公室怎么讲 还说呢安排会议呢要提前两三周 结果呢是什么 立刻通知 到现在为止 要开会的细节内容完全不知道 一直拿到纸本呢才知道 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4月10号要开董事会了 好对此来看到立委王鸿威 他说这个流程就不符合常规嘛 难道是要开一个秘密会议吗 绿营为了卡韩真的是小动作不断 让人看不起 那近韩的人士呢 这么认为 说韩国瑜呢对这件事情呢 就是一直不动声色 认为民主基金会呢 若是无积极的动作 自己也无需强求 毕竟民进党越不放手 就是会凸显他们的吃相很难看 那时事评论员陈凤鑫怎么看 他说呢民主基金会呢 只是一小块的烧肉 民进党咬住后呢死也不放 那是因为背后有一股独派的势力 认为这块肉呢不能够给国民党 他们要的不是钱 而是要卡死国民党对外接触的管道 那前立委沈富雄认为啊 韩国瑜看到的就是呢 开会程序 内容若是他有意见 那就不要开嘛 就看谁撑得久嘛 反正撑得越久 民进党呢 他的吃相就会越难看 那现在也传出啊 韩国瑜可能会采用的是 类似当时他在选院长的时候 跟这个卢叶中啊 两个人就是配在一起 只要一个人当选 另外一个不当选的话呢 那我就不要 因为现在传出啦 就是因为韩国瑜现在 时间拖得比较久嘛 没有一直告诉他们说 我什么时候有空 那导致民进党说好吧 那我董事长我让你当好了 但是执行长的部分呢 我们要掌握这个人选 那么为了不让执行长 实际的去作为的人呢 被操控在一起 所以韩国瑜干脆啦 目前传出来 绑在一起好了 如果董事长是我 执行长不是我的人的话呢 那我就不要当董事长了 类似这样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计划 可能会往这个方向走 但不管如何 现在台湾民主基金会 却临时通知 4月10号要开临时董事会 您认为 这是不是最高小动作呢 台湾民主基金会 每年有外交部1.5亿预算 现在排定将在4月10号 开会改选 但传出这开会日期 连要当董事长的韩国瑜 都不知道 只要韩院长跟 吴代理董事长讲 说可以开会 吴代理董事长有交代 我们马上就可以 来发开会通知 28号民主基金会 执行长黄玉玲 在立院明明说 在等韩国瑜告知 可开会时间 现在传出 实际上当天 民主基金会就定出 4月10号要开会 使用口头通知 韩国瑜办公室 及各董监事 29号才寄出电子档 直到30号上午 相关资料 才送到董监事手中 蓝军痛批 事前没通知韩国瑜 根本等同突袭 韩国瑜当董事长 基本上无悬念 但他要邀请 有外交专长的 政大教授卢彦中 出任执行长 不过根据董事席次 韩国瑜虽占一席 政党席次蓝绿各自席 但政党代表外的董事 有吴钊燮 林家荣等4人 8比5情况下 有人担忧国民党票数 无法抗衡 民进党若铁了心 要卡寒颅也不是不可能 执行长就是人事权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民进党真的吃山吃海 吃铜吃铁 真吃太久 今年1亿5000万的预算 民进党也不放过 多次卡寒踢铁板 如果还要再继续卡寒 民主基金会的预算 今年就不用过了 民进党动作频频 再也痛批 如果不是为了钱或卡死 国民党对外接触的管道 难道是还有更大秘密 外交部每年补助几亿的民主基金会 让民进党就是不愿放手 不禁让外界好奇 里面到底藏了多少不能说的秘密 这里有黄英俊李选 SNG小组台北报道 民主基金会突袭 要在4月10号召开董事会 到底民进党有没有让韩国瑜穿小鞋呢 对此民进党立委徐志杰 酸国民党不要剥离心 同时民进党立愿党团总召 柯建民还是坚持执行长的人选 应该要协调产生 国民党不要动不动就要扯卡寒 先抹黑民主基金会是绿营禁库 又说不让韩国瑜当董事长 现在基金会要安排选举了 国民党又要把民主基金会政治化 希望国民党不要再剥离心了 大家不要说民主基金会 民党要卡寒 都完全没有这一事 一直在这个情况上做文章 是对民主基金会 是对韩国瑜是不好的 也不敬 好 4月1号开始呢 国会改革啊 蓝绿白的新的战场了 我们就来看啊 这个国会改革呢 目前有分调阅权 强化同意权 还有藐视国会权 三党呢 都有各自的这个内容 要来提出 好 那我们直接来细看这个 在2月6号这个时候 国民党的立愿党团呢 优先要来推动的是啊 建立国会调查权 还有听政权 以及立法院的政副院长 要记名投票 还要订定藐视国会罪 重新恢复特征组啊 这是国民党想要的 这个国会改革的方向 好 那各党的方式不太一样哦 好 在国民党的部分呢 有分为比较激进派的 跟温和派的两种 那民进党呢 主打的就是呢 绝不违宪的口号 那民众党呢 主打的是啊 设置听证调阅委员会 设立这个会 他们要强调的是 这不是要私设刑堂 而是让立委啊 更有权限的 能够更实际的 去做一些有作为的事情 那国民党的立委呢 吴宗献 他提出啊 委员会审查呢 没有刻意规避 绿营提出的国会改革版本 而是呢 先将法案审查前的程序 先做完再说 因为他们很担心啊 民进党要是 又要视线方式怎么办呢 那国会改革就要被咔了 又要挡下来了哦 因为法案都还没有立法 所以怎么会有违宪等问题 那么呢 还没有立法 就要先提出视线 就会被大反官给驳回的 那视线呢 一定是因为法规跟宪法 是有所抵触 法规还没有立法 所以不知道 民进党如何要申请视线 所以到时候 我们就来见招拆招吧 好 那国民党的立委呢 许宇珍 他说民进党团的 国会改革法案呢 是一个自我阉割的法案 在野党所提出的 国会改革法案呢 是没有毁限的问题 好 那我们就看老柯怎么说了 这是柯建民 他说如果呢 在野党最后是要用 优续的人事表决通过的话 强行通过改革版本 就像他们讲的 那我就提出 视线的手段 要求法院紧急处分 这是鸡身蛋 诞生机的问题啦 这他们国民党讲的嘛 那你还没立法 你怎么会有违线的问题呢 所以到时候 明天看就知道 同时 民进党团呢 还有面临很多的挑战 可能会天天假动哦 那就必须要走出 那八年的舒适圈 面对在野党的挑战 所以老柯现在已经把 那个招给想好了 那么再看民众党的部分呢 这是立委啊 非执政党的附庸 民进党团在阉割自己的职权 这已经丧失了民意机关 最基本的价值 用违线来遮掩自己执政的无能 好那你怎么看呢 这个到底是不是 民进党的立委们 反倒是要收和阉割自己的这个权利 然后让现在呢 蓝跟白呢 也都看不下去 那我们来看看柯宪明 对于蓝白的说法 还有任何他的看法 从开始到开议到现在 二十到现在一个多月时间 国民党想要是他们的 国会过班 交兵的心态 可以认为无所不用齐集 蓝白一合 一大一唱 这个是 不是匪先断政 什么是匪先断政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必须时刻刻盯着每一天 每一场的委员会和宴会 所以本来过去都有假动 都是有假动 只是现在我们强化 加上会前会 都要来签到 大家才有共同意志 共同抗法 如果面对每一个战局 我们必须很努力的 包括以后福建党党团 要一致来立法院里面 对抗蓝白合起来 虚二的力量 这是要对台湾人民固责的时刻 有人说了 民进党的版本呢 感觉起来他们比较像是巨鹰 这是立委罗志强炮轰 绿色立委窝囊巨鹰 自我阉割 自费武功 他说民进党提了 2024年的国会改革法案 强调他们提的是 不违宪的国会改革法案 真的快被这一群绿色巨鹰笑死 罗志强更是批评 说民进党的国会改革呢 不罚行政官员 反而是修法 要去罚立法委员 还要移送检调机关 这也是个笑话 为了护航行政官员 民进党立委呢 连自己的脸都不要了 如果民进党主张 移送立法委员 那第一个要送的 可能就是当年 把法务部大门踹坏的邱逸营 就是在质询时 问候官员爸爸的陈其迈 那么民主基金会的董续长呢 按照惯例 都是由立法院长来兼任的 但是由于迟迟没有召开董续会 所以韩国瑜到现在 都还不是董续长 那么其他由他所提的 执行长人选 目前也没有 所以导致呢 卢叶中也就没有办法能够就任 立法委员叶云之认为 民进党呢 就是刻意要搞乱 不按照章程好好做事 所以他呼吁韩国瑜 就照着刘承所接任董续长 然后提出专业的执行长人选 如果为民进党的董事们否决 那就再提继续提 若是民进党硬是要否决到底的话 那大不了干脆整个基金会 就不要运作 理论上来讲 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应该是三月多就要确定的 那你们去跟韩国瑜探寻他的意愿 如果韩国瑜讲说 我执行长要由我来决定的话 我觉得民进党就应该要退了嘛 反正就是应该这样啊 因为张成里面就是这样讲的啊 张成就是说董事长来 提名执行长的人选嘛 现在怎么变成说 民进党把人选塞给韩国瑜 要韩国瑜来提名 那韩国瑜当然会吞不下这一口气 他给你一个专业人选 表示说韩国瑜没有要 就是让国民党在里面 随便乱上下其手嘛 我们找一个专业的人来治理啊 其次你是给民进党一个台阶下 告诉你说你不用怕啦 我不是政治任命 我给一个专业 大家都可以接受人选嘛 那结果他们还是不接受啊 不接受考到现在三月都快底了 都一直没有开会 然后最新的消息是说 他们四月十号直接宣布要开会 这个事情没有跟韩国瑜讲 我会建议韩国瑜 我都没关系我们就接 我们就一直提执行长的人选 我们就提 我觉得拼民意啊 就是看民意到底接受谁嘛 一个是依照张承规定 董事长提名的专业人士卢叶忠 另外一个是 这个偷偷摸摸 不符合张承规定的 龙家班王玉玲 大家来拼民意拼风向 好就算他否决了卢叶忠 就民进党的董事否决了卢叶忠 继续提 继续提 大不了就不要让他运作啊 民进党你摆明要乱搞了嘛 他如果不是摆明乱搞的话 请问一下执行长人选是谁 有差吗 就大家都是按照张承来办事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执行长就让卢叶忠做 你民进党在担心什么 对不对 你如果担心就代表你准备乱搞啦 你准备乱搞 如果我们还是要让你通过这个预算的话 代表我们把关不利啊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就跟他拼了啦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硬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託专门 发生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知名电台上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输入推荐行进行镜与点栏目 到这些 Vou hope给你的挑战 我不要的 是这么快 您可以 这些换查 这些捗子怎么办 您好 搔以单 是